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卖掉 做好人他很痛苦 可他却很开心 反正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 做好人 这样固承着 同在一个屋檐下 是什么让他们呈现出 如此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面对这个老好人 观察员老师为何做出 如此不一的评价 是什么让老好人变成了老害人 他的好为什么变成妻子眼中的害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何女士何思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的诉求是 我想帮厂转调 来个打工 不做老板要去打工 思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是肯定要办的 因为我们最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经营上面的话 越来越增长化 是有希望的 一直以来都还可以的 何女士泪眼婆娑 要求转卖工厂 思先生持反对态度 认为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的工厂 经营得还不错 家具定制产品 在市场上也很受欢迎 可如果是这样 何女士又为何宁愿去打工 也要把工厂给卖掉呢 针对这个问题 何女士给出了她的解释 她好像坐山一坐慈善一样的 不计成板 比如说同学啦 什么稍微熟一点的啦 就不去算成板 就随便打印了多少钱 比方说啊 一个以前帮过我们 这个话也是 开始是我自己说出来的 说那帮过我们的 我的经理的数目的 就是比方一万多块钱 这个男情就还掉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她如何坐楼梯 我就乘这个机会送给她 但是杨侧串是她 杨类比方多少数量 那肯定要首先跟我沟通 有多少钱的怎么样 她也不敢我沟通 她就打印出去了 做掉数量是要五万多 最后就收了五千块钱 这个听上去幅度有点大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知道 她价值的时候 她说楼梯我们就不要算钱了 那我也没去算 客户电话打来路上坐下 我说不要了 楼梯我算我们送给好了 后面她矜持一定要付一部分 最终我说 辞职答应她收她 我千块钱 这个过程你没有跟她有交流 没有 是怎么想的呢 是觉得因为她说过 所以无所谓了 还是我们习惯了 可以说是我习惯的 她的围栏就是这样子 她比方说做起来 十五万多块钱 那她打这个打算来 七万块钱 十五万块钱 最后只算到六七万 就是成本价都没有了 大的单子 一两个只两个 做六七个单 她两三个就这样子 对于我来说 有些栏金是无价的 不能用价值去衡量她的 哪怕不计成本 可以这么说 我做产品是不计成本 她认为你在做慈善 这跟慈善有一定的区别 我只是有一颗感恩的心 既然人家诚信办了我 我也不会去考虑 这个值不值得 感恩是肯定要感 但是你毕竟是一个商人 你比方一年忙忙碌碌 你说住住要有钱 你住住没有钱 你那算什么了 何女士不反对丈夫感恩 但她认为 必须要有原则和底线 毕竟在商严商 如果他们只是损几利人 做亏本买卖 生存都将成为问题 从企业的发展来看 何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 可思先生却很不以为然 不赚钱目前是暂时的 像我们做同行的 人家是没有业务员就没有业务员 我是根本没有业务员的 都是客户带客户带过来的 口碑是吗 口口相传 我常常被口碑的 这小学不但会计较的 车子后面被人家 他没下来 我们下去 你有没事 要不要那个 他说没事 我就走了 算了算了 就这样 不需要说 为了自己的 大家一定要 真跟你说 像我们玻璃安装一套以后 他们一共做的时候 用 切割机把我切破了 三块玻璃 那是别人的责任吧 别人的责任 对 三块玻璃要多少钱 成本在三千左右 房东是这样子讲的 你自己去找移工 我是跟房东这样子讲的 最起码我是一个小老板 目前的状态 我比他好一点 这个就我自己认了吧 有这种情况有点多的 这个移工知道这个事吗 移工跟我们 现场的事情是错开的 我不一定碰得到我们移工的 他都是认为 别人知道他是好 他认为我做好事 对 这不是说好事不是好事的事情 这只能说明 我不太爱计较这些事情 他就是这个围栏 我心里舒服他 我愿意这么做 我一定要去那个 你也不舒服 你越来越计较 我也不舒服 我一继续花这个时间 去跟他计较到 我到部落实在 做其他一点事情 钱以后可以赚来 不难看出 斯先生是个豁达的人 不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 他都宁愿自己吃亏 在他看来 这种吃亏 其实是为自己做口碑 可何女士对此 尤为窝火 她告诉我们 丈夫所谓的口碑 对他们工厂的发展 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丈夫只是为了 做一个烂好人 如果在厂子 赚钱的情况下 丈夫做好人好事 他也能理解 可问题是 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并不乐观 几年前 因为丈夫投资失败 他们至今 都还没缓过神来 我们原来就公关做楼梯 实际上那时候 是很平稳的 在里面住住 他后面要改成 要住核木家具 那个位置就不够了 产品转型了 那他想到 到别的地方去租 结果找来找去 就找了一块 那个高高低低的那种 到农村里去租来的 那里就要 自己去搭棚 去整平来 怎么样要投资 200多万 当时在做 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 我的态度反对 反对没有 他说罹患都要做 他就回你这句话 你为什么反对呢 那我不安全 这么大的投资 不是觉得有风险 风险大 投资太大 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 不要去做了 后面租下来了 那他不听没办法 那就做了嘛 那我也没办法 做了过程当中 什么都不听 都否定掉 后来 不管你有那个 后来就这样子做 这现在就全部拆掉了 那个厂房是租的 违章的 违章的 违建的 违建现在不是三改一拆了 全部都拆掉了呀 就没了 全部打水漂了呀 对呀 那你们两人之间为这个炒了吗 他说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错的 他什么都不是认为自己是错的 你觉得就是这个过程 说明了四先生什么问题 反正自以为是 自我 什么事情都不帮我放在眼里 一般夫妻的肯定有共同协商的 比方说怎么有个中间呢 他反正不当你一回事 谢谢 男人肯定有做决定的时候的 有时候有浪布的时候的 那个刚才他那个是 确实我做了决定的 当时的情况来讲 是比较合算的 如果放到现在的话 那时候放了两百多万 现在的话 住住一百多万 我做一年 可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你走路难免地倒 对不对 这个一号都是有辩解的 在 我是辩解不过他的 那我举个例子 年三年年四年 我要去买地面房的 那时候是两间房 只是首付四十几万 就是自己 这个是我炒掉的 所以说呢 这个店面房问题 是我们首付付不起啊 首付付不起 付不起以后 那我修 先生您许这个事例 是想告诉他 我有决策失误的时候 但是我也有 我有浪布的时候 我不是说 就那一个事情浪布的 我们回到这个点上 就是在你那个厂房 去贷款 去选址也好 要扩大也好 要怎么建它也好 就这个过程 他刚才有说到一个点 你都不听取任何他的意见 是主要考虑什么呢 我是一个感觉冒险的人 哪怕是冒险又有风险 哪怕是跌得风生水果 我也会去尝试 斯先生很执着 不论是投资 还是他的做人经商理念 可何女士却提心吊胆 那次投资失败后 家里已经欠下了 巨额的银行债务 我们从09年贷款出来 比方400多万 就一直就没还过 现在商业越来越难做 你这样子住下去 我就没有安全感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这做都没有 说到激动处 何女士的声音陡然升高 情绪也随之崩溃 而这让坐在城外的一个人 着急不已 她就是何女士的妹妹 原本还只是想 在一旁默默观看的妹妹 突然要求上场 那么她的出现 又将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讯息呢 回到节目 刚才他们聊到 做生意这一块 两个人分歧挺大的 听说你在他们厂子里 做过是吗 对 你看到的是在做慈善呢 还是像这个司机人说的 他在做口碑 在感恩呢 怎么说呢 可能我姐夫这个人 是比较好的 但是有些东西 可能真的不计成本 这个不计成本 会造成 自己家里的经济 比如说压力大一点了 银行贷款没还 钱没多起来 因为司机人告诉我们说 他说这是 这一个阶段 他在做的事情 过了这个阶段 他把那些 别人曾经给他的帮助的 这个恩情还了 后面就好了 但是恩情这个东西 永远都还不完的呢 后面还是会有恩情出来的呢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还 对 我们做人也要有底线 就像比如说 不能也亏了自己呢 像我姐夫其实自己 也挺不简单的 我也挺心疼他 所以我也劝我姐姐 趁这次机会 把我姐夫好像有些心结打一下 你所说的不简单 是你看到了姐姐怎么了 创业都不简单 从他们开始创业我就 一直都看在眼里 真的不简单白手起讲 其实我姐姐的观点也是 她想 其实我姐夫稍微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累 我姐姐的诉求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诉求 有些东西怎么说呢 我姐夫脑袋瓜子比较好 比较肯钻研有些东西 但是她对自己也比较可可 我的意思呢就像对自己要好一点 你是说她宁可亏了自己 但是要不能亏别人 对 这个亏自己现在 其实对自己损伤很大 对 提到姐姐姐夫 妹妹也忍不住 泪湿了眼眶 她提到 姐夫带人不错 是个好人 却唯独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对此 斯先生也承认 在生意场上 她确实很辛苦 我坐司机忙的时候 有时坐到12点 有时候 12点睡两三个小时 三点钟可能又起来司机 听到这 何女士又忍不住伤心 因为丈夫这个老好人 就是光对别人好 完全不顾自己 哪怕是对妻子 丈夫也常常会冷落 以前的癌 压力不大一点 就是会出去 上上部 那时候 女儿也小得还小 对出去一起 去走走路 怎么 现在比方 她要去打乒乓球 乒乓球打回来 那我说 你在下面干嘛 她不要跟你在一起 竟然坐在下面 我坐下面 我盯了几份包纸 她不想跟你沟通 不想跟你说话 书看到包纸的喜欢 比较喜欢看的呢 偏偏就打打回来嘛 看一下 看一下我这三个小时 那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在生活中的相处 不要讲话就这样 默默无完的 就是过日子呀 回家各自各 错了 错了 一起看电视 就住在我们前面的老师好了 我们一年看多少场 锁定中以后 基本上是锁定你们频道 我们两个人一起看的 有交流吗 有 那个人就是你 他就这么讲 那个人就是你 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那跟你上的吧 我就要说吧 我上的人太多了 除了看金牌条件之外 还有别的在一起的娱乐活动吗 没有 旅游会在一起吧 旅游在一起 旅游是我是陪你呢 像去年都黄山不 他脚痛 我不心痛 好像脚痛 他不要还不坐缆车 要黄山这样爬上去 东西全部都我背在肩上 他不知道 反正你的付出 是理所当然 东西被你肩上 我也不是背了一些东西的吗 相机的什么的呀 中间也那个 其他东西都是你 反正我的活动都是不够的 有没有提出来过 我来背一下 有没有提出来过呢 那我不要你背 是我是心疼你脚痛什么 我那你要看到别人的那个的呀 他从来不关心你 我关心他 他也不能 不要你关心 我就是这个结论 所以说很累 这样顾一下真的很累 你说我不关心你 我要举一个例子吧 他头发 白发有点多嘛 他要揽他 我说不用揽他 我一个一个把你剪掉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自私 他以为这是关心啊 对啊 这个就是很关心 我的对我的白头发是哪里来的 这也不知道 何女士哭得很伤心 为什么丈夫能关心别人 体谅别人 却对妻子的忧 妻子的苦视而不见 所以他想到了卖厂 卖了工厂 丈夫就不用那么辛苦 卖了工厂 丈夫就不会眼里只有厂子 而没有他 然而斯先生并不接受他的这一要求 他告诉我们 工厂已经度过了困难期 妻子的担心是多余的 后续的话 我们会比较平稳 今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工厂的经验 上了一点的轨道了以后 你会越来越轻松 我们不存在实际上的经济的压力 其实我们全部收掉 我们的职业照样过得很好 对啊 所以我要收掉啊 可他的话并不能宽慰何女婿 反而让他哭得更伤心 那么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会如何为他们化忧劫难呢 斯先生 不能否认您真的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诚实 感恩 善良 乐于助人 这真的是非常好的品质 我很敬佩您 但是我想提醒斯先生 您这么一个大好人 可能要注意把握 您的妻子他最初的时候 一定是比较支持您 做好事做善事 然后他发现支持着支持着 事就开始变味了 比如说家里欠下贷款 甚至可能入不付出 要降低自己对生活的一些要求 去成全您 做好事帮助他人的这样一些愿望 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揚外必先安内 您在外面想要搞定一切 或者说您要去做您的一些大的事业 您要先把家里安顿好 如果您要去付出这样的一种代价 让妻子揪心 让家里经济困顿 甚至捉襟见肘 然后去满足您那颗乐善好施的心 这真的就是大公无私了吗 就比如说玻璃事件 你帮那个妮工承担了他的损失 我知道您是好心 因为他相对弱势群体 收入不高 所以你连照面都没有打 你帮他负担 可是我想说 如果他没有因此得到教训 汲取经验 下次做事依然毛毛操操 你就剥夺了他 应该承担责任 成长进步的权力和机会 那这样的善良 我就是对 还有原则吗 所以我想跟司先生说 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好人 他必须要有原则 也要有勇气 有智慧 懂得取舍 你要学会平衡好 把握这个度 我想这样才是智慧的一个人 一个好人 我想跟司先生好好讨论一下 您到底是个老好人呢 还是是一个 因为长期做了老好人 结果不知不觉 变成了一个老害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司先生对周边的人都很好 你的好确实带来了你的信誉度 和你在这个业内的一些口碑 可是为什么自己的妻子在身边哭得这么的伤心 按说一个老好人 首先应该对自己的身边的人最好啊 可是没有 您负责了周边很多的陌生人 很多的同行 很多的客人 可是唯独 对自己的老婆 有所亏欠 我们也可以看到何女士 她是一个比较内敛的女性 可是她在这个场合哭成那个样子 我说句真心话 作为一个外人 一个旁观者 我很心酸 您的老好人做得不错 可是您的老好人 是以牺牲自己 甚至家庭的价值 作为代价的呀 是以牺牲和自己老婆的感情 作为筹码的呀 你宁愿示弱 来换取大家对你的好感 可是在这个家里 无论你怎么对这个女人 她都无怨无悔地付出 她都一心一意地对你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 不要因为这些 把自己的家庭弄得狼狈不堪 好不好 好 观察员一致认为 斯先生做老好人 做得很有问题 而律师于晨帆也劝斯先生 他的生意经也存在问题 目前定制家具行业 其实存在很多的风险 斯先生 我个人认为 这个厂子现在给你们 带来压力是巨大的 就我了解 木制品行业呢 在我们国家 是已经全面铺开 禁止进行添烂连的采发 商业木材的供应 现在是逐渐地 以进口的木材为主 所以毫无疑问 即使是现在能耐用 国产的林木 那么成本一定是上升的 原材料成 第二个 环保问题 因为木制品产业 是高污烂 高环境风险产业 所以国家政策 一定是越来越严苛 你们在环保这块的成本 也一定是越来越高的 第三个 能力成本 木制品产业 是劳动密集成产业 那么这个能力成本 是越来越高的 其实你们自己 也能感受到 在这个转型期 什么事情都要重新来过 甚至要一把抓 很多成本又上升 你们做得很艰难 很痛苦 就要通过更多的 自己喜欢的 更私人化 更私密的方式去解压 比如说没有时间 互相陪伴 我做自己的事情 看看书 看看报纸 静静地照着一个角落 摘着打打乒乓球 减少与他人的交流 这都是压力产生 才会导致的结果 所以我今天给二位的建议 就两个 第一个 简单粗暴 把场子关掉 消除你们压力的来源 第二个建议 那就是放手 共同进退 不要总想到 男人要做什么 女人要做什么 你们是夫妻 将相和国才能行 完全可以互补 你们共同进退 放手去 让妻子进来辅助 尊重对方的决策 或者说辅助权力 彼此分享 共享成 货败 而不用彼此为难 观察员余晨帆认为 工作上的压力 是造成他们夫妻 情感疏离的重要原因 但斯先生却提出 妻子的火爆脾气 也是他不愿和妻子 沟通的另一原因 我可以这么说 他是击枪手 我是狙击手 打打打打打打打 因为很多 观点上的不同 争吵会比较多 斯先生强调 自己和妻子的经营理念不同 两人常常产生分歧 而每次说不到几句 妻子就暴跳如雷 对他各种挑剔不认可 这让他也感到很苦恼 对此 观察员徐晨康 忍不住提醒斯先生 男人要想获得认可 必须获得女人的理解 丈夫你有一个 现在很让你困惑的点就是 你没有办法 让老婆仰视 你说的很多东西 都被老婆否定掉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一点 就是你的爱人 为什么不仰视 我给你做一个提醒 你平时没有办法说一不二 比如说登山 如果我是你 以我的性格 大男人的性格 我还会去问你要不要我来背啊 一把就把包从你身上拿下来 背到我身上了 由不得你多说什么 开什么玩笑 这是男人的事情 我怎么能让包 让我的老婆来背呢 由不得你同意和不同意 但这种强势更多地展现出来的 是我们男人式的关怀 而不是霸道 不是说用你的所谓的大男人 去压制老婆 这种强势的关怀 不会让妻子不舒服 反而会觉得 这个爱人很高档 我们先从这些事情上入手 从他需要的一些关怀上 呈现出我们该呈现出来的 一种强大 而不是你说不要我背 那就不背了 那这个时候 你男人的形象怎么高大的起来 而一个人的高大 不是瞬间的 很多时候 尤其是夫妻之间 是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上积累出来 而同时针对很多 其实我也认为 你是更占理的事情上 你用的是不沟通 不解释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出你的强 可问题是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恰恰是在呈现出你的一种弱 因为真正的强 是虚怀落 真正的强 是敞开胸怀 而你呢 那一刻 那一刻 你是用一种外化的强 在掩盖你心里的没有底气 你其实内心深处 是没有底气 对自己说 我老婆能够接受我的建议的 你没有这个底气 你才用这种虚假的强大 来维护我们男人所谓的尊业 所以更多的思考 怎么做 怎么呈现出一个 值得被仰视的形象 最终让他想不仰视 他都做不到不仰视 斯先生一再强调 我是个快乐的人 他那个三千块钱剥离的事情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 确实可以说这样 那样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他证明了一样东西 就是斯先生 他不是说为了讨好别人 所以他在价钱上一让再让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必要去讨好一位装修工 他其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 那么这样可以部分地去印证他的一种生活态度 如果这个生活态度是他真实的感受的话 其实达到这个状态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那就是做事业 奋斗 创业 都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那我能享受这个过程 其实是很美好的 对这个过程里面会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压力 但他把握了一个整体 这个风险不会把我们摧毁 而且我们还是有积累的 比如说房子 人脉 口碑 生活的体验等等 既然能把握到这个整体 不会坍塌 那我按我的刻点 我来经营这些事情 那生活对我来说就特别有意思 这个对于何女士来讲 可能特别难理解 因为何女士可能是会比较地关注 日常生活的这种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些规则 但是他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呢 你不是说爱我吗 那你爱我的话 就不能理解我这种状态 斯先生在这一块来说 其实他是保持了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心态 我就请何女士注意一点 就是你要把他推到另外一种轨道 让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的话 可能生意会多很多收入 少很多风险 但他会不会失去很多快乐 这点可能你作为他人变最重要的人 是要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千万几种人跟人正不同 然后我们再来看何女士 你可能知道怎么避免痛苦 但你未必知道怎么享受快乐 你会看到家里的风险 你会看到他做法有缺陷 但是你未必像他那么清楚地说 我每一天都找得到快乐 你可能擅长我每天找得到平安 别说大事 每天抵挡着生活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提建议的话 就未必真的能踩到他的节奏 或者是走进他的内心 从我形成你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在提醒 怎么配合呢 那就要把视野打开一点点 不仅仅是说 我们在场里面怎么配合 应该是整个生活里面怎么配合 你说真的一辈子为了什么 别人家可能按另外一种做法 很多钱很多钱 但是注意金钱真的不能直接当于快乐 因为很多人是拿到金钱之后 然后就开始寻找快乐 如果你们抄小道 不要那么多钱 在现在来讲不一定有很多钱 但我每天两个人还挺开心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斯先生要怎样呢 第一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 第二 你的开心要拿出来分享 不能指对外 不对内 如果真的存在风险 就不能自害 我想是这样的 调解团队各位老师对夫妻俩的问题 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那么在听完各位老师的发言之后 何女士坚持转卖工厂的想法 是否会发生转变呢 而斯先生又能否意识到自身问题所在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五蕴老师带着何女士进入了密室 你对他这个人的人品也不是有意见的 人品是很好的 心底也十三年 真的是很好 而且他很阳光也很有正能量 毕竟好人还是多 就是得到他的帮助和恩惠的人 一定心里是感念的 那你不用太过焦虑 对 这感觉就好像很胖 很没安全感 你就不必要太就是太抓狂用力着急 你要改变他的本性 他的性格就是比如说外向的 喜欢和人打交刀的 愿意付出的 那你如果要强行地把它全部覆盖掉 全部百分百扭转 他做不到 他会很抑郁 很压抑自己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劝导他要平衡拔空的时候 你也要适度地学会平衡 吴韵老师认为 倘若和女婿能够放下焦虑 改善自己的沟通方式 才能真正让丈夫靠近 他们之间的问题 不在于卖不卖工厂 而在于夫妻双方 能不能产生情感共鸣 我刚刚看到了有一点 就是你用了一种比较 就是抱怨式的方法 去回击他 去斥责他 和他进行这样的一种交锋 你看有没有可能性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 在表达过程当中 让对方情绪上是能够接受的 你这样一暴怒 一甩那个恶狠狠的话 他就记住了你的恶劣态度 他就不记得你 传递的正确的内容 我也并不是说 一定要坚决让他管掉 我希望他就是 比方说一个平淡的沟通 对 他什么事情都不敢给说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发现 如果跟你说了 你的回答一定是不 不可以 这样不行 所以他胖壁多了 他就索性不说 你今天来的话呢 你看你们俩都没有提出 什么在去和留的 这些原则问题 你们不是 你们只是在想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后把这个家 和你们的这个事业 都建议得更好一些 对 那我觉得各自调整和改变 如果你总是泪水连连 你总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怨妇 然后他就会觉得 他和你是格格不入的两类人 你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后 你要主动地去释放善意 释放关怀 给他一些柔软的 温暖的一些东西之后 他慢慢慢慢改变了 以往你们之间的 错误的交流模式 他愿意跟你去说 何女士这边 打算正视问题 而另一边 于晨帆和斯先生 也在交谈 在斯先生口里 我们听到了一个巨额数字 那是他做老好人的经济代价 这几年我每年就是 很多帮忙过来什么的 一年可能三十万左右 我要提进去 但是斯先生依然很有自信 他认为 这些亏损算不了什么 前段时间 有些东西 那个后面的话 没这么烦的事情 可以说我转型以后 也正常起来 斯先生强调 工厂经营状况慢慢好转 他 sequ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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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第一 不可否认 斯先生是个好人 他积极阳光 带人真诚和善 懂得感恩 可是真正的好人 不会因为帮助人 而伤害到身边的人 一个好人 不能只将微笑的正面 留给他人 将冷漠的后背 留给妻子 希望斯先生 也学会换位思考 注重妻子的感受 毕竟 无论是家庭还是生意 都需要夫妻两人 共同维护和经营 唯有内外兼顾 才能获得 真正意义上的 快乐和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